我们看例子二 他说某人坐在一间教室 他看不到另一间教室 他所谓看不到另一间教室就是说 这个光的话 没有到哪里通过这个墙壁 但能听到该教室内 有人在喊叫 他的眼睛虽然看不到里面 但是他耳朵可以听到里面在喊叫 那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声音的波长也比较长 可以绕色过来 让他听到 所以大家应该选吸 主要由于声波的什么 绕色的作用 大家选吸 说明了 就是这个声音的 不可能